我的队友都到齐了 今天要宣收拾行李 找一个空过的地方 把行李整理一下 然后咱们还要去买一些厨房用品 然后现在车里面已经塞不下了 筹下平安 天呐你就坐那里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这次徒步的三位队友 都已经到齐了啊 这个呢是小罗小罗同学 来包护 他这次担任咱们的后勤车啊 开车保卫咱们 然后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帮咱们搭配饮食 因为他之前是健身教练 然后这位呢 大哥打到货 怎么称货 小猪 身高体重 183 220 身高183体重220 不过个子高看起来也不算很胖啊 你这次徒步准备剪多少啊 四五十斤吧 有没有信心 肯定有啊 你是哪里人啊 天津 天津人啊 然后还有位小姐姐 啊这个小姐姐呢跟我说的时候说 是阿姨不是小姐姐 哎 也没多大年纪嘛 就四十四十几岁 四十五岁啊 然后她是贵州人 身高是1米65 体重是 现在是144 144跟我说的时候148 但是她身高高啊 看起来真不胖 然后现在咱们这个队就齐了啊 现在小罗呢负责 先把咱们的行李啊 你看一下 咱们行李太多了 行李先拉到 营地去 找了一个露营地 咱们还收拾一下 因为咱们厨房用品还没有买 小罗去营地 放东西去了 然后我们跟沙 走路去菜市场啊 中和市场买点 需要的物资啊 那咱们你们也早就要出发了 其实我反正就我俩胖子 还有没有胖的妹妹想来参加的 可以来哦 今天想吃啥 尽量吃啊 咱们明天可不可以再吃啊 多吃点 啊 鸡腿 全部上 这个两元超市 两元超市 两元超市 去逛一下 肯定有我们所需要的 这不就 可以买了吗 先给平 我们买点这个盆子用吧 这个咱们吃饭用的 然后再给平安买个大点的 6块一个 我觉得这还挺贵的 菜刀呢 35 灯泡买了个40瓦的 这一堆厨房用品 消费200元 咱们买好了那一堆东西又过来买锅了 跟老板讨价皇家买个水壶买个炒锅 用咱们用柴火嘛 110 还加个锅盖 他锅盖都二三十块 出来咱们还要买点水果 这家伙又看到什么好吃的了 看一下 大哥 好吃吗 太贵了 古城这边香蕉卖4块 苹果卖6块 买点水果 消费77元 拿两把鸡蛋消费 42元 我们的后勤 小罗来接我们了 已经把车上所有的行李放在营地了呀 然后现在车里面是空的 刚刚去拿了快递 然后买了一些物资 菜什么的 哎后边下又被塞满了 现在咱们回营地收拾行李 然后还有一个快递 咱们还有个冰箱没有到哈 车载冰箱 然后明天的话应该可以出发 来上车兄弟们 今天晚上呢 咱们在这个营地扎营 哎 咱们还有个队友忘记介绍了哈 这是咱们的保镖 我们平安 哈 欢迎 给他搞点水 然后这里看一下 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我们这次 需要徒步动的 这满满的全市呀 还得好好收拾一下 看一下哪些东西哈 先放到车顶上去 这边呢 是一个朋友啊 他在这里租了一个月 这是一个院子相当于三台车 一个月的话是 一千三 如果单独一台风车停这里晚上的话是一百六 提供水电还可以洗澡 嗯 住一个月的话会便宜一些 然后他住了三个车位是三千六一个月 老李啊 快 来来来 我买了鸭子买了鸡爪 还有水果 这个都鸡啥都换了 嘿 今天晚上咱们就得在这里扎营了 然后呢明天就从这里出发了 还要收拾一下装备 然后看一下这是帐篷哈 咱们先把帐篷搭起来 这是一个客厅帐篷 就是如果说下雨啊干嘛的 咱们可以用它 咱们这个移动的家啊就已经搭好了 这是一个客厅帐篷 然后里面大概是有十来坪 那平时咱们在里面做做饭啊什么的 就可以不用风吹了 哎挺好的 咱们那个桌椅的话也搭好了 那怕明天是个天幕 这个很不错 特别不错啊 只是 搭起来的话有点点费劲 但是熟悉了之后大概十分钟左右可以把它搭好啊 帐篷的话是四边都可以打开的 通风性很好防暴雨 然后晚上的时候咱们搭这个帐篷 中午做饭的时候就可以用车窄的一个车边帐篷了 挺好 然后这是一个客厅帐篷 咱们还有几个小帐篷是睡觉用的啊 然后现在也要把搭起来吧 我要睡觉用 把现在起风了 咱们这款客厅帐篷的品牌叫维达利多 然后现在咧咱们要搭睡觉的帐篷了 因为现在咱们有四个人嘛 其实哈 可以直接在里面打地铺睡觉的 但是咧咱们有男有女不方便 所以就可以打这个单独的帐篷啊 先把这个单独的帐篷搭起来 有两个三人帐 一个双人帐 就咱们这一次的话是可以 四五个人参加一起的 然后现在咱们有四个人 其实我还想邀请一个胖胖的女孩子 来参加着咱们这个徒步的减肥啊 因为杨姐确确实实 哎不太胖 现在咧咱们把睡觉的帐篷搭起来了 一个双站一个三人帐 然后小姐姐在踩她的睡垫 而且晚上要睡在这上面 这是一个 荡草的一个充电 差不多了差不多就把盖起来了 充起来就可以了 啊当然的 而这个帐篷 会大一些就是 他两个顿位大的都可以做 还是挺框产的啊这个 今天是减肥前的最后一唱了 不知道脑里搞了什么好吃的 然后我嘞 有劲有压 好家伙 然后我现在是准备把这个 我睡的这个充气垫给充起来啊 我睡的是一个充气的 需要用到咱们的户外电源啊 电小二户外电源 咱们这次装备挺齐全的啊 来 把这个 拍上去 看一下 这是我晚上睡的这个气垫帐篷就冲起来了啊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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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吓我一跳 我们这次用的睡袋是黑冰的1000克鸭绒睡袋 最低气温离下17度可以使用的 我准备了5个啊 这个是个人用品要标志清楚啊 因为都一模一样的容易搞混 你俩是不是想去我这个床 我告诉你不可能的 这个太舒服了 啊 咱们日徒步呢 在晨星的邀请一位胖胖的女孩子来参加啊 你不需要带什么户外装备啊 只需要带你个人的衣服跟 缝护用品就行的 像帐篷 睡袋这边都是温暖提供的 还有就是过完盆瓢这些都是统一的啊 嗯 还有没有人愿意来参加咱们的 团队的啊 明天就要开始出发了 好现在走 吃饭了走吃饭了兄弟们 减肥前的最后一个晚餐了 来看一下 我们的 老李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哦是香肠哎 香肠 鸡 鸡 鸭 哦这么多菜 好嘞好嘞 咱们今天晚上蹭饭了啊 天黑了 咱们回到咱们的营地 准备来泡个茶喝了 看一下我家我买了一个40瓦的灯泡 怎么样够亮吧 然后咱们有电小二嘛 这回 就可以 又可以充电 然后又可以点灯泡 哎还可以煮电茶喝 啊 咱们等一下还要开个会了 明天要准备出发了 现在呢 他们都来我这个帐篷里面 坐坐磕磕瓜子啊 聊聊天 喝喝茶 那个杨姐啊 这瓜子就今晚上能磕了啊 明天都磕不成了啊 你今晚就磕完是吧 咱们坐这里喝着茶 然后外面看着烟花呀 真美 客人都上去了 咱们也收拾收拾要睡觉了 这睡觉前好家伙 这两个大老爷们哎 哎你敷的啥呀 面膜 这周姐给我寄了好多好多面膜来 今天睡觉了 明天咱们要准备出发了 咱们明天见 大家晚安 天呐 晚安